大家好,歡迎收看另外一輯的皇冠散打2.0 今天是5月15號,星期一 今天下班也有點晚了 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談談一些經濟上的話題 不過今天不是因為我拍檔Eddie經常擋著我 而是因為今天也比較晚了 希望今天錄完之後就盡快可以上載 希望不會錯過了我們首部的時間 今天有幾樣關於經濟上的事情 都想跟大家談談 第一個就是上個星期 美國就出了一堆通脹相關的數據 當然市場最焦點所在就是CPI 就是消費物價指數 但其實上個星期也出了4月份的PPI 就是生產物價指數 另外也公佈了美國的出口和入口的通脹數據 整體來說其實都是跟過去好幾個月的發展 其實都很相近的 就是我們看到所謂的上游的通脹壓力 是明顯地開始放慢 包括例如PPI 或者美國的入口的通脹 但是消費層面來說通脹都仍然是比較暗 它也是有一個緩慢地向下放慢的情況 但是就是非常之緩慢 英文來說就叫Sticky 就是Sticky Inflation 當然這個並不是大家希望看到的 也不是聯儲局希望看到的 不過上個星期在看美國通脹的消息時 就看到有一個起碼對我來說的話 都是一個挺新鮮的一個Terminology 一個新的表述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通脹來講的話 一般就有分開這個所謂叫做Nominal 就是表義的通脹 還有就有一個叫Core的通脹 就是核心的部份 而所謂的核心 大家都聽我們一直說的 就是撇除了食品和能源 因為這兩類的產品來講的話 都會因應季節性或者天氣的變化 而原油來說當然也受到政治相關的發展 而令到這兩個類別的物價 那個波動性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經濟學家 或者經濟的觀察員來講 或者經濟分析員來講的話 其實都會看看這個所謂的核心的通脹 那就是剔除了這兩個比較波動性大一點的 就看看那個實質是怎樣的 但是上個星期看的時候 就發現一個新的 就是比這個核心通脹更加 我覺得是挺特別的一個通脹 它英文叫做Super Core的CPI 或者叫Super Core的Inflation 那就是中文譯做超級核心 或者叫做超核心的通脹 到底這個超核心通脹是什麼東西呢 一會兒就跟大家聊一聊 另外呢 上幾天的時候就看一些消息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新聞 就講關於美國第一季的 這個半導體的入口的 那個金額 OK 都有一些意外的 因為呢 竟然是今年第一季 比到去年第一季的話 是有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OK 那這件事就跟 一直以來的那個 就是想法和認知 其實都幾不同 因為 過去一直都說 去年來講的話 其實就後疫情之後 就對很多一些 就是電子產品 科技類的製品 或者產品來講的話 就出現一個滯銷的情況 那所以呢 就很多一些科技的公司 都很努力地 就是削減一個庫存 那所以 在這樣的大前提下來講的話 我就會 expect就是 那個半導體 在美國入口 今年第一季入口 會出現一個放緩 但是原來不是哦 原來是 竟然有一個雙位數字的增長 還有就 就彭博也都就將 特別是亞洲地區 這些半導體出口 去美國的不同的地區來講的話 它就拆開就是 今年和去年來講的話 那個變化是怎樣 那這個都是一個 挺有趣的 而從這個這樣的 就是半導體出入口來講的話 就也都讓我看一看就是 就是特別是中國的 那個進出口的 那個情況 那樣 那就用一個比較長的時間去看一下 就是中國這個進出口 在過去30年的變化 那樣都 都有一些挺有趣的 的發言 那而第三個話題 都想跟大家講講呢 就是關於這個 就是 歐美的一些製品 竟然呢 是有一些途徑呢 是入口到去俄羅斯 OK 那這樣東西呢 其實就 就是我不想涉及一些 任何政治的 太敏感的話題 但是 大家有看新聞 都知道了 其實 就是近期來講的話 美國呢 就是多次地 就提出一個 就是 就是 警告 那就是 就是 不希望有國家 就 在這個 就是 俄烏的戰事當中來講的話 就是 偏幫 俄羅斯 特別是 是將一些 就是 民用和軍事 就是雙用途的 就是兩種用途的 就是兩種用途的 一些產品呢 就是 出口去俄羅斯 令到俄羅斯 可以從這些這樣的 就是 軍商兩用的 或者 民事 和軍事 都用得著的 一些 制品呢 從中呢 就 拿到一些重要的 配件 就去 補充他們 軍備 俄羅斯軍備的 那個 就是不足之處 這樣 但是 在這個 警告聲的 同時來講的話呢 華爾街日報 有一篇報道呢 就發現 原來俄羅斯 可能呢 是 從某些途徑呢 是獲得 來自於 美國和歐洲的 一些 民事和軍事 商用途的 一些制品 這樣 所以這幾個 都是一些 值得探討的話題 好了 我也準備了一些圖表 或者我先暫停一下 轉鏡頭 去屏幕 然後再和大家再聊 OK 好 轉了鏡頭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 這裡 現在這幅圖呢 其實就 比較了 美國的幾個不同的 一些 CPI 即是消費物價的 那個 變化 在過去十年 大家可以看到 我顯示了 就是2013年 年初一路 到最近的數據 而圖上 大家可以看到 有四條線 分別就是 白色的線 就是所謂的 名義CPI 即是Nominal CPI 包括了 所有的 不同的 商品 服務 Click Cloud 就是這個 白色線的CPI 那麼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白色線的CPI 過去兩年來說 就是急升 但是其實 由去年年中 左右 其實都已經開始 一個 幾明顯的 一個 放慢的情況 不過 黃色的線 就是所謂的 核心CPI 即是 扣除了食品和能源 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黃色的線 其實都有開始回落 不過 其實回落的速度 相對明顯地慢 大家可以看到 去年的時候 那個名義CPI 就遠遠高 過核心CPI 但是去到最近 的人來說 這個名義CPI 已經是幾 高速地回落 甚至乎已經 跌穿了這個 核心CPI 而CPI 其實就是 只是很緩慢地 放慢 那樣 另外 綠色那條線 就是聯儲局 一直以來 就說他們是比較 關注的 那個 那個通脹指標 就是那個叫PCE Deflator 就是一個 評價物價指數 那樣 你見到 評價物價指數 其實都有所回落 不過情況 跟核心CPI很相近 都是一個比較 緩慢式 吹降 但是並不是說 比較 迅速下滑 儘管 過去一年 聯儲局已經是 連回加息 也是過去幾十年 最急進的一個 加息周期 但是對那個 核心的部分 似乎都 並不能夠做到 一個很明顯的 一個減慢的情況 而這個圖上 亦都見到 淺藍色的線 這一個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 這個叫做 Super Core CPI 超核心 超級核心的CPI 這條線 其實也有趣 因為 大家見到 其實 在過去 幾個月來說 這個 所謂叫 超核心CPI 都開始出現 一個比較 快的回落 已經是 到了最新的 四月份 來說 這個叫做 超級核心CPI 或者超核心CPI 已經低於 核心CPI的數字 到底是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良多什麼呢 我們就去 下一張圖看一看 其實我過去也有跟大家說過 美國的CPI 其實是需要 是Revise 因為很多的經濟學家 都有指出 美國的CPI 就算是核心CPI 其實都未必是一個很準確的 一個良當 美國整體消費的一個數據 大家都知道 CPI 當然很視乎 就是它的組成部分 是怎樣 而 最為經濟學家 所救病的 就是 美國的CPI 包含了一個 相當之大部分的 就是一個房價 而這個房價 它就不是以一個 純粹 一些現在的 最新的成交金額 去看的 而是 它是一個叫做 Rent Equivalent 的一個 Cost 而這個Rent Equivalent 的Cost 的計算 其實就 都幾黑合 不是說很透明 這個 怎樣去計算 Rent Equivalent Housing Cost 但是 特別是 近這一年來講 提出 對CPI Housing Component 質疑 更加嚴重 為什麼呢 如果大家看到 左邊這個圖 你就會看到 因為左邊這個圖 首先看到 有一條線 比較淺色的線 這個就是 聯儲局 所看的 CPI 當中 那個 叫做 Rent Equivalent 的Cost 就是由 Labor Department 所編制的 大家看到 所以 計算進去CPI 裡面的 這個Rent 的部份 其實過去的年紀 一直上升 到最近來說 它就只是 持平 它其實 還未明顯地回落 但是呢 如果看回美國的 房地產 那個成交價 來說 這個就是 美國其中之一家 最大的 一個 房地產 就是 中介公司 叫做ZERO 他們所編制的 這個情況有些 就是香港的 中原 就是 城市領先指標 的 一個 數據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回 這個是 所謂叫做 私人企業所編制的 OK 那就已經是反映著 美國的 樓價 特別是 成交價 就已經是 很明顯地回落 但是呢 勞工部所編制的 這個 Rental Equivalent 指標 都仍然是高期的 而 而美國的CPI 其實呢 它那個 房屋的成本 房價成本 就是 參考 勞工部 這個 來計算 所以 這個就是 很多 經濟學家 就覺得 其實現在美國的CPI 是 太過側重 也都因為這個 房價的 計算 的一個 不是很貼市的關係 令到 現在美國的CPI 可能 是高股了 OK 或者可能滯後 就是 而這個滯後的情況 當然會令到聯儲局 在製造貨幣政策方面 可能會 錯判 OK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所質疑 好了 這個Super Core CPI 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 怎樣幫到手 首先 這個Super Core CPI 其實 它主要是 看美國的服務業 即是 它不是怎樣看 商品 或者製成品的價格 它主要是 針對服務業 而且 它的服務業 並不包括能源的部分 也沒有包括住房成本 所以 它的設計 就是 將最為人 救病的 住房成本 這個部分 就不計算 進去 只是計算 一些 不同的 服務業的成本 這就是 Super Core CPI 所行為的 如果我們看回 這個Super Core CPI 就是 過去幾年來講 這個變化 以及這個圖 也是在彭博那邊 我覺得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將 這個Super Core CPI 拆分開一些 比較主要的部分 讓你可以看到 在過去幾年來講 不同的部分 變化是多大 或者 Super Core 高與低 是主要受到 什麼 成份 影響 所以 如果我們看回 如果看回 最新的 這個月份 即是四月份 這個Super Core CPI 比對兩個月之前 那時候 就是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當時來說 是哪些組成部分 明顯地出現一個 收縮 而令到 Super Core CPI 在過去的兩個月 都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回落 我們看到很明顯地 就是 橙色的部分 是 差不多沒有了 而橙色的部分 就是Transportation 即是交通 或者運輸 就是視乎它包含什麼 因為我沒有認真研究 或者看一下 其實它 是包含了 哪部分 但是 如果看回 四月份 跟之前兩個月 或者之前幾個月來說 橙色的部分 明顯地 是由正增長 去到四月份 是有少少負增長 而另外一個 沒有什麼 就是 紫色部分 紫色部分 就是教育 和通訊 這些都是一些比較 我們稱為Stacky 因為 教育來說 大家要想像一下 OK 比如說 如果是補習的 或者是上一些不同的 一些課外的 或者相關的 或者甚至是學費 這樣 這些都是加了很難減的 OK 但是我們看到 在四月份 紫色部分 其實相對很少 OK 之前那幾個月 紫色部分 不算很大 但是起碼都有一部分 這些都是 令到之前幾個月 那個Super Core CPI 比較高的情況 另外一些比較輕便 比如說 一些所謂叫做 公用的洗費 包括水 排污 一些垃圾收集 這些 都是其中一個組成部分 除了之外 一些所謂叫 recreation recreation 就是課餘活動 這些其實 都有所影響 所以大家看到 在這幾個月來說 這個所謂叫做 超級核心CPI 某些services 明顯地都開始見到 那個通脹 或者那個價格 是有所回落 所以 我想如果這個 超級核心CPI 聯儲局 如果能夠再聚焦 多些關注一下的話 可能對它的未來意識 那個決定的話 可能會有影響 因為剛才也看到 如果看回聯儲局 現在仍然是比較 prefer的 比較喜歡的 那個評價物價指數來說 其實那個回落 仍然是比較慢些 相反來說 這個超級核心CPI 就是反映大部分的服務業的 通常來說 就已經開始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回落 所以如果是根據這個 去參考的話 可能未來的貨幣政策 有機會 真的會是 放慢 甚至乎可能已經是 真的叫做見頂 所以這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好了 第二個話題 想跟大家說一下 就是剛才都說了 就是今年第一季 美國的芯片進口 竟然 那個金額 和去年第一季來說 出現了一個 雙位數字的增長 這個表 也是取自彭薄 大家看到 在最頂的 就是那個 所謂叫做 Total Import 就是今年第一季 和去年第一季相比的話 大家看到 整體來說 增長了13% 這個也是一個 挺意外的情況 而大家也看到 它下面來說 就列出了 來自亞洲 十個最主要的 出口芯片 去美國的地區 因為當中 包括台灣 所以我們 不可以用國家 我們用地區 去講 而也顯示了 這十個 來自 十個亞洲地區 的出口 來講 出口去美國 跟去年第一季 的變化 如果你看到變化 和絕對數字 我想 有些朋友 可能會覺得意外 包括我自己 最初看的時候 我也有幾意外 因為 我想大部分人 都會有這個認同 就是 如果說到 芯片出口 亞洲的國家 來說 大家都想到 生產最強的 就是台灣 南韓 日本 這些肯定是 最主要的 當然 包括中國 但是 竟然 看這個圖表 來講 竟然排在最前 是馬來西亞 不單止 今年第一季 去年第一季 馬來西亞 都是明顯地 是最大的 出口的地區 這個已經是 令到我來講 都有點奇怪 因為 不是說 差一點 而是差 好一大 後來 就再 了解多一點 就發覺 原來 來自馬來西亞 但他們應該 就不是 由馬來西亞 直接生產製造 因為 原來 馬來西亞 在亞洲地區 其實 它有很多 做testing 做back packaging 做包裝 封裝 以及 做測試 這些相關的 服務 所以其實很大機會 就是 這些芯片 其實都可能 來自於 台灣 南韓 日本 甚至乎中國 但是可能 去了馬來西亞 進行測試 以及最後測試 以及封裝 所以 馬來西亞其實 它不是真的 Original 生產 不是生產的原地 而只不過是 一個叫做 re-export 因為它提供了 additional 服務 所以 由馬來西亞出口 但是 其實真正 那個Origin 就是原產地 並非來自馬來西亞 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以及 馬來西亞 一分之一的 一個地幅 其他的 來講 不是太大意外 台灣 越南 泰國 南韓 中國 日本 這些不太意外 另外有些地方都挺意外 比如說 Campodia 就是柬埔寨 在我來講 我完全沒有想過 柬埔寨 會有些 芯片的出口 因為之前 都沒有什麼 聽到 或者留意到 有一些高科技的公司 在柬埔寨 大舉投資 比如說 去印度 去越南 這些就很明顯 所以 柬埔寨 如果你看到 金額來講 當然 柬埔寨 今年第一季 出口去美國的金額 就大幅增進了四倍多 但是 如果你看到金額來講 其實它是跟 印度 跟日本 其實那個金額 不是差太多 是相近的 這個都很厲害 當然 如果說增長最厲害 就是印度 印度 在今年第一季 和去年第一季 增長了接近三十八倍 因為是三千七百九十幾% 就是差不多三十八倍 我想這個 某程度上 可能跟蘋果 有些關係 所以其實 變化是挺有趣的 不過 我也想講講 為什麼柬埔寨 就是半導體 或者那個芯片 出口是這麼大 我也上網看過 在柬埔寨 一些比較大的 半導體的公司 原來發覺 其實有 當中不少部分 可能是 跟中國的公司 是有關係的 似乎 柬埔寨 都是 中國的一些科技公司 銳意投資 設廠 做一個生產基地的地方 所以這也是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 在這個圖裡面 當然 大家看到 馬來西亞 和去年比較 出口去美國的芯片 萎縮了三分之一 但是第二個 萎縮的地方 就是來自中國的出口 當然 來自日本的出口 也都跌了5% 所以 其實 從亞洲地區來說 有三個地區 跟去年比較的話 出口去美國的芯片 是跌了 增加的 就有很多 很多增加 其實情況來說 可能 不一定是 完全跟一些政治有關係 可能是大廠搬鬥 或者將生產基地轉移 就像蘋果一樣 蘋果都很明顯地 其實它是銳意加大 在印度的投資 不僅僅開門市 那麼簡單 也會投資真金白銀 去建造一些生產的設施 或者可能是一些零部件 整個 那個叫做 製造的 那條鏈來講的話 其實似乎 蘋果都很銳意 是想扶植在印度 有它的生產線 生產基地 整個network OK? supplier的出現 所以 這些就會出現 但是將來 可能會出現了一些生產製造 那個地方 那個來源地的一些調配 那樣 所以跟剛才那部分來講 亦都令到我 都想了解一下 咦? 那就是 由中國出口去美國的芯片 跟去年被跌了 但是 整體中國的出口和進口來講 我也知道 其實比對於90年代的時候來講的話 現在中國的出口 進口呢 那個增長速度 一定是有所放慢的了 那但是 那個放慢情況 是有幾大呢? 那這樣 那我也想了解一下 那這樣 那所以這個圖來講的話 就看回過去30年 由這個 就是 這個 1990年的 或者1990年的年頭 一直到近期 那就是 超過30年的歷史 那樣 就看回 就是 白色條線呢 就是中國每年的 那個出口的 金額 就是以美元計的 OK? 那黃色條線呢 就是 過去30年來講的話 就是中國的 就是以美元計的 年度的 那個 入口的 那個 百分比的變化 那如果大家 就這樣看這個圖來講的話 那當然 發得很緊要 不用說了 那但是呢 就這樣看這個圖來講的話 其實你就覺得 咦? 過去30年都好像頗穩定喔 就是沒有什麼 明顯的見到 那個 就是 進出口的 增長的 速度呢 是有所減慢喔 OK? 還有如果大家看那個 就是 左上角的 的 數字來講的話 那也都看到了 過去30年來講的話 中國平均每年的 出口增長 是達到14.9% 而中國 入口的增長 在過去30年 平均來講 是14.4% 那這兩個 都是非常之驚人的 一個 就是年度增長 那所以 為什麼中國 那個經濟可以 就是 就是 發展得這麼快 這麼迅速呢? 那其實這個 就是 貿易來講的話 對中國的經濟 起碼在過去來講的話 絕對是其中一個 非常之大的 一個貢獻這樣 那剛才說 如果這樣看這個圖來講的話 其實就 不是說 那麼即時可以見到 就是 近幾年來講的話 中國的進出口 是不是真的增長 放慢了很多呢? 跟之前那樣 那所以 我就 純粹將範圍 就縮窄一點點了 OK? 那首先呢 這條這樣的虛線呢 就是 顯示 就是 過去30年 這個進出口的 那個增長的速度 就大概是 14.4% 所以我就 整粗一點 就是大概這個 range 那然後呢 我就看過去十年 OK? 因為過去十年 是一個round figure 所以就看過去十年的 就量度一下 過去十年 中國進出口的 那個增長 還有 就是 十年前 就是那二十年 因為這裡過去三十年 所以就分開 前一半的二十年 以及最近的十年 看看這兩段時間來講 有無分別 然後發現 是有分別的 分別也不小 OK? 所以呢 這個圈圈圈圈圈圈 就是過去十年 大概由 2012年年頭到現在 大概 大概是過去十年的一個時段 原來發現 原來 原來 之前那二十年 就是由 1991年 一直到 2011年年底 這二十年來講 中國平均的出口 和入口 的增長 是十九點幾% OK? 也是很明顯地 高於 就是過去三十年的平均數 所以很明顯地 就是 過去這十年 一定是低的了 所以你拉回雲才會有一個 就是十四點幾%的增長 那 過去這十年是怎樣呢? 原來發現 過去這十年 原來中國的進出口 你講的話 只得 就是七點幾%和四點幾% 所以如果這樣看的話 就是這樣 就很明顯地 就看到 過去這十年 OK? 就是中國的進出口 速度是明顯地 放慢了 那當然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就是顯示 那中國的經濟不行啊 那當然 就是 一個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 你一個叫基數效應的嘛 你隨著中國的經濟 越來越大啊 那樣 所以其實 就是你那個進出口的 那個增長的速度 當然 出現一個放慢的情況 那這個都很 合情合理的發展 OK? 就是當然有些人會這樣 這樣 那所以 想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 真的有這樣的情況 那當然 那就要做些些比較 那這樣 那這樣 那於是呢 我就比較了日本了 OK? 因為日本當然也是 在世界上來說的話 是其中一個 就是一直以來 都是一個出口的大國 那樣 那當然日本也同樣地 需要進口很多東西 因為日本是 很欠缺一些天然資源的嘛 那所以在日本來說的話 其實呢 一直以來的話 日本主要就是 入口一些 天然資源相關的 的製品 那出口就是一些 製程品 OK? 包括是汽車呀 高科技呀 電子儀器呀 Click啦 那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在這個圖上來說的話 這個圖呢 也都是顯示了 日本 過去30年 我也是同樣地 就是由1991年 年頭一路去到近期 所以這個時間呢 就完全是 match回 剛才之前那張圖 就是中國 過去30年那個 的進出後增長的 那這個圖 首先 你看到 過去30年 日本那個進出口的 每年的增長的速度呢 是明顯地低於中國的 剛才中國那個呢 過去30年平均來說 是14點幾 日本這個呢 大家看到呢 這個 入口來說的話 那個年增長呢 就是5.3% 出口的年增長 在過去30年 就是3.6% 那所以就是 就是很明顯地 就是中國那個 就是 一直以來來說的話 那個貿易的增長 是明顯地 是遠遠高於很多國家 所以也都 造就中國的經濟 騰飛的一個 一個情況 那麼日本已經是 真是一個 發展得比較久一點 這個貿易 一樣東西來講 那個基數也大了 所以呢 日本那個 就是年度增長呢 比中國是 就是細頗多的 不過呢 也都 看回圖來講的話 也都我察覺不到 日本那個 就是 進出口貿易的 那個增長 在過去10年來講的話 出現了一個 明顯的放慢 事實上 你如果這樣看的話 所以我 我沒有認真去做到 這個測試 這個測試 但是我肉眼就這樣看的話 其實你見到 過去30年 日本那個 就是進出口 其實都是維持著 一個 就是兩邊化的情況 但是沒有什麼 明顯地看到 就是一個 大幅放慢的情況 所以 就是 中國的進出口 放慢 就是 似乎 又不可以完全是 用說 哦 因為那個基數大了 這個數據 去 就是說這個 因為日本 其實都 數據都大 OK 但是 也都沒有出現的情況 這樣 所以可能是有 其他原因 令到中國那個 進出口 就是放慢 這個當然 其中一個很大可能 就像剛才所說 OK 就是中國 有很多的一些公司企業 那 就 和應這個 之前 就是中國 其中一個要踏出去的 一個這樣的 指引 所以 剛才我們說到這個 柬埔寨來說的話 也都可能就是 很多的企業 已經就是踏了出去 OK 譬如去到柬埔寨 或者其他國家生產 所以呢 從而就令到 中國那個進出口的增長 在過去十年來講的話 出現了比較大的一個放慢 那所以 如果從這個角度 去去考慮的話 那其實 中國進出口 放慢 其實未必一定是壞事 就是你從那個經濟的層面 從那個GDP來講的話 因為大家都知道 GDP 是 那個組成部分就是 就是 C 就是消費 加投資 加政府支出 加那個淨的出口 額這樣 那所以 如果中國的那個 那個進出口增長 是 就是 持續地放慢的 那所以 當然對那個中國的GDP增長 也都會帶來影響 那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是 因為 就是 越來越多中國企業 踏出去的話 其實 這個又不是說 太大的影響 這件事 OK 所以大家這個 都要一個 持平一點的角度 去看回整件事 OK 好了 那最後呢 就想和大家講講 就是這個 就是 歐美的製成品 OK 特別一些所謂叫做 民同軍事 雙用途的製成品 怎樣可以 就是 暗到陳倉地 就到達這個 俄羅斯 那根據這個 華爾街日報的 報道來講的話 就發覺 就是 在去年 2022年 和2021年 去年當然是比較敏感 因為去年2月的時候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所以大家就 不是大家 就是歐美的 國家 當然也有個別的一些 所謂叫做 已發展國家 對俄羅斯 採取了一系列的制裁 除了不跟他做生意 就是 終止這些投放 支持者 支持者 所以 在歐美的國家來講的話 我想他們都幾意外地 竟然發覺 俄羅斯竟然可以從 其他國家 而其他國家 我就不是指 亞洲區的其他國家 這些是一些 前蘇聯的相關國家 大家可以看到 在左邊這個圖 都可以看到 一些前蘇聯的國家 加勒斯坦 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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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過去一年來講 從美國和歐盟區 入口的金額 是大幅增加的 你看看 加勒斯坦 在2021年的時候 從美國和歐盟入口 是7.2 billion 去到2022年 即去年 都急速地上升到 11.9 billion 其他 這裏所列舉的 一些前蘇聯的國家 也都是 入口的放大 都幾厲害 然後 中間來說 華爾街日報 也嘗試 拆開 剛才所講的幾個國家 有幾多部份的產品 是來自歐盟區 有幾多部份 是來自美國 似乎比較多 都是來自歐盟區 可能 美國的把關 都是比較嚴少少 所以 相對來說 跟歐洲 就可能容易些 還有 亦都這麼說 因為很多這些 前蘇聯的國家 從90年代初 蘇聯瓦解了之後 其實 有不少 都跟歐洲 做了很多 投資 貿易 而歐洲 也都是大舉 在一些東歐國家 有投資 設一些生產基地 代辦處 所以 歐洲和東歐的很多國家 其實貿易往來 和經濟活動 是非常之頻繁 所以 就算是和俄羅斯斬攬的話 其實都很難說 連一些前蘇聯的國家 或者東歐國家 是完全中斷 所以 這個就變成了一個 我又不想說是漏洞 但這個很明顯地 是有一個灰色地帶的存在 而這個圖 也顯示了 在去年來說 這些大量增加了 向歐盟和美國 入口的東歐國家 他們和俄羅斯 那個 貿易關係是怎樣 大家看到 其實 似乎都幾大量地 有出口去俄羅斯 所以其實 這些東歐國家 會不會成為了一個 中間人的角色 做了一個 商品傳遞的情況 這個是 不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性的 而至於 如果想看看 到底這些東歐國家 由歐盟和美國 入口了什麼 種類的商品 而另外就是 去了俄羅斯 這些什麼呢 這裡其實都列了幾個例子 譬如說 這個阿美尼亞 阿美尼亞 在歐元和美國 入口了這些 所謂叫做 Electronic circuit 這些是一些 電子線路 的一些 產品 這些其實都是 幾敏感的 特別這些其實 它的用途是很廣泛的 OK 另外來說 譬如說 這個 Kekristian 這樣 也都是從 歐元區 歐盟 和美國來講 入口了一些 雷射 和一些 視障 相關的 產品 這些其實 很多 可能是 有機會用到 這些 軍事的 產品 另外來說 一些半導體的 產品 這些其實都是 一些 比較敏感性的 產品 所以如果你看回 這個例子 其實似乎 機會都大 OK 所以 在美國 焦點放在中國 的時候 其實 可能 美國 和歐盟本身 可能都要 審視一下 和東歐的國家 貿易來說 會不會 這裏都可能 有一個 漏了風 或者是一個 漏了網 的 一個 空間 令到 俄羅斯 可能 經由這些國家 而得到 一些 軍事 設備 零部件 上面的 供應 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到這裏 都要趕著要上載 OK 大家 保重 我們下個星期 和大家再談 一些話題 OK 拜拜